同学们好 在前面呢 我们学习了一下 这个相对应的函数的 这个概念 以及 它的表示法和定义欲的求法 那么 我们知道函数的表示法中呢 有一种是图像的表示方法 也就是根据图像的形式 来进行表示出 具体的这个字变量和函数字之间的关系 而我们也知道 对于一些基本函数 比如说我们前面学过 一次函数 以及呢 一样二次函数 所对应的图像的问题 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对于 这个一样二次函数 比如说 Y等于X的平方 我们做出 它的大致操通 Y等于X平方的大致操通 以及呢 我们再做出一个一次函数 比如说 Y等于X Y等于X 那对这两个函数图像 你们可以看到的是 它满足一个什么样的镜子呢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 我们首先看看 Y等于X Y等于X的图像 从左向右看的话 我们发现图像是成一种 上升的趋势吧 Y等于X平方 从左向右看的呢 它的图像是先下降 在上升 那我们考虑 我不看Y等于X平方 这个小临的部分 我就看大与0这一部分 大与0这一部分 图像是不是成一种上升的趋势 也就是说 函数值是随着 质变量X的增大 而增大 那既然函数值随着质变量的 指的增大而增大 那这个时候 它体现出来是一种 真假的趋势吧 那么对于这样的形式 我们是把它称为什么呢 称为真函数 而对应在小与0的这一部分 它成一种下降的趋势 那么这一种情况呢 我们往往把它称为 在这个区间上 是减函数 那对于函数的真或者减呢 我们统成为函数的单调性 所以这一节课 我们来看一看 函数的单调性 与最大最小的 当然对于这节课 我们主要来看 是函数的单调性 那几个我们刚才所说的呀 在这一部分我说它真 这一部分我说它简 这个我说它真 那我们想一想 我能不能给真函数和简函数 来下一个定义呢 当然我们有种也可能会说 从图像从左向右看 它如果处于一种上升的趋势 它是真函数 但是我们前面说过 对函数来说 做图像 毕竟呢 一个它有困难 第二个呢 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常规图像 我们对于平时的学习过程中 还不是很好做 当然呢 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借助于 为我们的计算机来进行做出图像 但是呢 我这不能做出图像的时候 我怎么去判断呢 那就是说我们考虑 根据这个图像 我们看到 在真的这一部分呢 实际上我们说 Y随着A个词的真大而真大吧 Y随着A个词的真大而真大 那既然Y随着A个词的真大而真大的话 那我们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考虑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我能不能用两个边量之间的关系来表示 你就是说这个A个词 我本人也认为A个词是A个词 这也是一样 那当A个词是A小于A个词的时候 那所对应的函数值 Y1应该怎么样啊 在真的中文 那Y1随着A个词的真大而真大 那Y1是不是应该小V的 就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A个词是A小于A个词 是不是谁的呢 无答案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在这个里面 A个词是A词取根和词入 A个词是A小于A词的时候 一定有Y1小于Y2吧 而在Y1的A词是平方里面呢 是不是A词是A小于A词的时候 就一定要Y1小于Y2呢 显然 不一定 对不对 你比如说我在这边再取一个 那A词是3是小于X1的 但是Y3比Y1怎么样啊 你比较大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的真减性 那要看 第一个 一个是A词之间的关系 必须是1的吧 第二个 你看这是弦下降 在上神的 那真只是在上神的这一部分 体现出真的性的吧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说 对于函书的真减性来说 它必须是有区间的 由此 我们可以给它下一个定义 也就是 对于函书 F1是它的定义 I类的某个区间 D 某个区间D 它上面的任意 两个变量 X1 X2 如果说 当X1小于X2的时候 很有F1小于X2 它成立的话 我们就说 F1为区间D上的真减数 此时 曲间D 我们就成为 单调地正确件 听我来韩说来的这个词 单调地正确件 我来韩说 而如果当那个词一小于XX的时候 那要减的话 你看 随着XX的真大而函数字在 减小吧 所以当XX小于X的时候 很妙 FX大于FX 我们就称FX为区间地上的减函数 此时D就称为FX的版调地减区间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 那也就是说 无论一个函数是真函数还是减函数 它一定是什么呢 一定是对定义欲的某个区间而言的 如果脱离掉这个区间 它可能不具备只有这个正见性 也就是说Y的X是平方 你在整个实数起来 那我不能说他是真函数还是减函数 他只能说什么呢 只能说在富雄大到零这个开区间上 是减函数 在零到真无穷大这个开区间上 是减函数 就是对应这一点 而且在这个时辰里面 我们注意到 这是一个是定义欲类的某个区间上 而且定义整函数还是减函数呢 我们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X1X2之间满足的关系是什么呢 它这个X1X2是索取的 地上的任意的两个变量 X1跟X2吧 如果在这个时候 X1小X2很有FX1A小X2 因为这个小余不是针对一个量 或者两个量而来的 而是针对定义欲类的所有的变量 都满足的关系 特殊的不能代表一般 就比如说什么呢 就比如说我在这个图像里面 我取到了X3和X1 那X3小越X2 而Y3大于R 是不是就说这个函数 在实数级上都是大家理解的呢 显然不是说这样 这个时候 它并不满足低渐性的 它是先减后整的 那是什么呢 那是因为 你起码在这个区间内 你再取到其他的量 它就有可能会满足到 因为子越大 而相对的还说子越大 实际上我取这一个 和X2之间比较 那子大 变量越大 还说子越大 它不满足这一点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注意到单调性 而无论是真函数 还是减函数 我们就说 这一个函数 在这个区间内 具有单调性 如果减数F的在区间D上 是真函数 或者减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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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称 这个F的词 在区间D上 具有什么呢 具有单调性 是区间D上 具有单调性 而所对应的这个区间D我们是成为统成为单调区间 统成为单调区间 那就说单调区间是包含着单调第真的区间和单调第减的区间 因为这根据具具体函数来看 那么在这个里面 我们注意到它的定义 而由这样的定义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说判断函数的单调性 我们可以结合图像来进行发现 但是如果要你具体的来证明一个函数的单调性的话 那么仅仅有图像是不够的 就比如说如果他要你来证明一个函数 比如说证明函数 Y等于X加X分之一 在0到1上 这个开局间上是净函数 我们如何来证明呢 当然在这个里面 要证明它是减函数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考虑 对于在这个里面 Y等于X加X分之一 既然涉及到证明 那么我们只有一种方式 就是用净函数或者减函数的定义来证明 也就是说我需要在0到1这个开局间内 认取两个变量X1X2吧 微量后面大小的比较 我可以设X1小于X2 所以由此我可以认取0小于X2 再小于1 说到这一点之后 那我们再来考虑 现在是不是就是比较Y1跟Y2之间大小 那比较Y1跟Y2之间大小 我怎么办呢 我来做X就行了吧 那这Y1-Y2等于X1加上X1分之一 减去X2 减去X2分之一 那由此我们会得到X1减去X2 加上这两个合并之后 同分X1X2分之 X2减X1 提取公平式之后 我们得到X1减X2 然后剩下的是1减去X1X2分之一 那么我们把它同分 变成X1X2分之 X1X2减 那现在是不是就判断Y1减Y2 是大于0还是小于0呢 那我们根据条件来看 因为0小于X1 小于X2小于X1 要判断这整体式子的符号 我就需要判断其中 每一个隐式的符号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X1减X2是小于0的 X1乘以X2是大于0的 并且小于1的吧 那X1乘以X2减1 是不是小于0呢 所以我们知道 形式它是什么样的 它是大于0的 极Y1大于1 当那个词以小于1的时候 Y1大于1 意味着 这个减书会怎么样 是不是让人家理解呢 得到详细的结论 所以Y等于X加一个分析 在0到1上面 绑掉 实际上类似的 我们还可以进行证明什么呢 证明他在1到真无穷大上面 是真函数 证明他在 负1到0到0上面 是真函数 以及在 负无穷大到负1上面是 真函数 每一式的都可以证明 而实际上有他之后 我们还可以 隐身出一个结论 什么样的结论呢 隐身出 对于函数 Y等于 X加 A大于0 这个函数 他怎么样呢 他 在 负无穷大到负A 以及 A到负无穷大 这两个开局间上面 都是 这个到负根号A 以及根号A到负无穷大 这两个开局间上面 都是 整函数 而在 负根号A到0 以及 0到根号A 这两个开局间上面 都是 减函数 都是 减函数 由此 我们相对 寻找到负能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用 定义法 来证明 相对 函数的弹调性 那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要注意到的 就是什么呢 负负比较大小 那么 每一部分 相对应的求求值 同时 注意这个结论 Y等于X 加一个分子A 当然大于0的时候 弹调性 当然大于0的时候 弹调性 这个结论 在我们今后 是经常会用到的 经常会用到的 他在负无穷大到负A 以及负的根号A 以及根号A到正五重大 这两个开局间上 弹调地震 而在负根号A到0 以及0到根号A 这两个开局间上 弹调地震 当然在这个里面注意 负的根号A 以及根号A 这样的短点 是可以代弊的 这两个是可以代弊的 但是0 是一定不能代弊的 也就是说 这一边 你也可以把它代弊 这个代弊 0 一定不能代弊 这是对应的 这一点 我们来寻找到 大大的联系 这是对于这个函数 而类似的 我们还可以证明到什么呢 证明到我们一些 常用的函数 哪些常用的函数呢 就比喻说 就比喻说 我们的一次函数 Y等于KX加B K不等于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我们说 它在当K 大于0的时候 是整个史数级上的 整函数吧 而当K小于0的时候 它是十数级上的 比净函数 这个结论 以后都是可以直接用到的 都是可以直接用到的 就是对应这一点 而对于二次函数 Y等于AX加BX加C A不等于 它的单调性呢 取决它的因素 是两个因素 第一个是A的符号 第二个是对生找物 但所致用的这种方法 跟我们所说的这个定义法 基本上是相当的 大家可以下去揉证 那么 A大于0时 它在 负无穷霸 到负二一分之 B这个开极件上是 A 是减函数 在 负的二一分之 B 到真无穷 把这个开极件上是 真函数 对 上是真函数 这是对应的 它的这一点 如果一小于0的时候 那它的单调性 然后反过来 图像是一个开口 向下的状况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说 它在 负无穷大 到负二一分之 B这个开极件上是 这个时候 它是 真函数 而 在 我们的 负二一分之 B 到真无穷 大这个开极件上是 减函数 这是对 开口 和对正走 决定它的方向 那 这是对应的 J 再者呢 有我们的 反比例函数的现实 Y 等于X分子K 当然了 K不等于0 而这一个函数呢 我们说 当K 多于0时 这一个函数 那它是什么呢 是负无穷大到0 这个开极件 以及0到 真无穷大 这个开极件上的 简函数 注意 这个单调区间 是不能求取并级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做出Y 等于X分子1的图像 你可以看到 它在每一个部分 都是单调地间的 是不是 而我们如果 这个取X1 这个取X2 那X1 小于X2的时候 X1 所对应的函数字 还是小于X2 所对应的函数字 与这两者的单调性 是矛盾的 那么指纹是拆分到 小于0的时候 它是单调地间的 85年的时候 你也是单调地间的 就是不能合起来 就是不能合起来 而如果 K小于0的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函数 它就会是 负无穷大到0 以及0到真无穷大 这两个区别的函数 所以这是基本函数的单调性 除非它让你证明 否则 这些结论 都是可以直接拿出来用的 而对于Y等于 X加上 X分子A 如果A是小于0的话 那我们说 这一个函数 也是 在 负无穷大到0 以及0到真无穷大 这两个开区间上的 真函数 所以 这是对应到的 基本技能 也就是说 我们今后 经常会用到 它来进行处理 相关的问题 这是对应这一点 而由这一点 我们有的时候呢 就可以来进行处理 除了证明单调性 除了求单调区间 但求单调区间 跟证明单调性的方法 基本类似 那我们还可以 来进行用它 求取 逆向的 一些问题 比如说 我们下面 来看看 好 我们看看第二题 讨论函数 FX等于 X方 减2X加3 在 负2到2 这个开区间上的 这个单调性 那要讨论它的单调性 我们可以考虑 这是一个 一元二次函数吧 而一元二次函数 它在这一个时候 开口 向上 那实际上 就是考虑 它 对称轴 与负2 到2 这个之间的关系吧 所以由此来说 这一个函数 我们先 把它的对称轴 找出来 因为 FX 等于 X 减A方 加上 3 减A的平方 而对应这样的一个函数 我们如果做出一个草图 它大致的状况 是这样一种类型 现在呢 要考虑在负2到2 这一个区间上的单调性 那么我们随意的做 随意的做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谁 那关键的一点 是不是看负2到2 与这个区间关系 如果负2到2 这个开局间 在A的 右车的话 那是不是在这个上面 单调地震呢 所以我们可以说 当 A小于 或者 等于负2的时候 这一个时候 A的 这个词就会在 负2到2 这个开局间上 担掉 地震吧 而 如果说 负2到2 这个开局间 往这边 拢一点 比如说 这一声说 而这边呢 A 所得应到的是 2的时候 那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它会先减 而 后 怎么 所以由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说 当 负2 小于A 而A 有小于 2的时候 这个时候 Fx 在 负2到A 这个开局间上面 担掉 地震吧 而在 A到2 这个开局间上面 担掉 地震 那在这个里面 注意 这个A 等于2的情况 是不能 在这个地方 带等号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等于2 那2到2 这个开局间 是不存在的吧 是不存在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注意 这一个时候 等号 不能在这个 担电带 那我们再看 第三种情况 那如果说 在这个里面 它再进一步的 逻动 把负2到2 这个开局间 再向左逻动 逻动到什么呢 这是R 而这边呢 是负2的手 哎 那这个时候 还是每个时候 会在这个局间上 担掉怎么样啊 你担掉地间 是不是啊 所以由此我们说 当R 小于等于A的时候 也就A大于等于R的时候 Fx 它在什么呢 在负2到2 这个开局间上面 担掉 第几 从而 我们寻找到 其担掉性吧 那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往二次函数的担掉性 始终注意到的 是与它的 对称轴 和开口方向 两招挂钩了吧 那万一要讨论 在哪一个区间上的担掉性 那首先开 开口方向 然后再看 对称轴 与所给区间之间的关系吧 它是在这个区间 对称轴在区间的左车 还是右车 还是中间 但对称轴 如果在区间的左车 或者右车的话 那在区间上 不是单真 就是单减 而如果 在中间的话 在区间之类的话 那这一个时候 我们说 它所对应的状况 那就 有真 有减吧 是先减后减 还是先减后减 具体 结合图像来看 所以在这个时候 要学会 运用图像来处理 这是对 这一种类型 那或者 我们再看看第三题 他说 他说 你在Fx定义在十数级上的整减数 且F0等你 要求不得是F括号 x反应 减4x减5 他给你的解析 那在这个里面 我们看到 他并没有告诉我们 具体 减数Fx解析师吧 既然没有告诉我们的解析师的话 那我要解剖等师 我怎么办呢 又不能排入解析师 那我们只能跟你提摆条件 来想办法 转换到 因为他同解的不等师吧 那我们看看条件 怎么来用呢 他说Fx是定义在 十数级上的 真函数 十数级上的真函数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十数级上 任意取两个变量 x1 x2 那x1小于x2的时候 一定有Fx1 小于Fx2吧 那反过来 既然是史数级上的真函数 那Fx1小于x2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要x1 也小于x2啊 那由这一点 我们想一想 在这个地方 要解这个不等式 就想办法去掉F这个符号就够了 那由他的正见性来看 但要由正见性 就必须把右边也划到F的某一个函数字吧 而题目中告诉我们 F0是等于0的 那么我们可以说明 因为F0等于0 所以远不等式 即为Fx2 那有这一点之后 我们就可以说了 那根据他的情况 那根据他的情况 又因为Fx4 定义在 实数级上的 真函数吧 所以我们会用 x4 -4x-5 大于0 也就是得到 相关x方位吧 那解不等式 x-5 乘以x加以大于0 解得x 大于5 或者 x小于负义 所以我们可以说 所求 不等式的结局 就为 负无穷大到负一 这个开局间 并上5到正无穷大 这个开局间 从而 我们求接触 相对应的结论 那在这个里面 我们看到 他的处理方式 是利用 函数的单调性 来脱去F 这个函数的符号吧 从而得到相对应的字 那么 在这个里面 我们注意到了 函数的单调性 可以进行翻过来的用 那当然 那当然对于这样的问题 还要注意 你看 这个地方是说 定义在史书极上的函数 万一他不是说定义在史书极上的函数 很比方来说 如果他说定义在北负二到乙这个必须间上面 真函数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 还是不是一样的结法呢 答案是否定的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定义在哪一个上面的什么函数 那意味着定义于是满足这个范围的 所以一旦如果他改成 二到一张必须间 那除了满足这一个条件以外 我们还需要满足什么呢 还需要 7x方 -4x-5 大于等于 负二 小于等于 以兴 那进行寻找到相关的结论 当然因为我这个里面是随便的 那寻找到在哪一个范围啊 所以这个解的情况 我们呢 暂时可以不仅注意了解到这样的一种方法 那一般来说 因为这个是定义在什么 哪一个区间上的函数 意味着sx定义率 就是这个区间 所以在解有关于复合的 不等时的情况 一定注意远函数的定义 好 那结合这一解课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解课里面 我们主要是研究了函数的单调性 那我们注意掌握到几点 第一个函数的单调性的定义 必须要掌握清楚 如何用定义来进行证明函数的单调性 以及或者求取函数的单调区间 再或者呢 我们对于一些基本函数的单调性 一定要学会掌握 一次函数 二次函数 反比的函数 以及我们所说的 y对于x加x分之 当a大于0和a小于0的时候 所对应的函数 它的单调性 这一点 不教你真名的时候 我们要回用 教这里的时候 用第一来真就够了 再或者呢 对于用单调性来进行解决 有关于不等时 或者其他相关的问题 这一点也要进行学会掌握 这是我们对应的 这一节课说讲的内容 对于下一节课呢 我们将会来看一看 用函数的单调性 来进行求取函数的最大字 以及最小字的相关问题 也就是说 来进行求取函数的 子欲的相关问题 所以在下一节课 我们将会再来看一看 函数的最大字 最小字 那么今天这节课内容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